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风吹半夏 O's阵容官宣 粉丝 这么多歌没分许半夏一首 赵丽颖 嗷嚎 李光杰主演的电视剧风吹半夏 已于昨天正式定档11月27日上新 将这两位视黄金档播出了 官方也已经发布了新的定档预告和海报 而今天正式关圈了剧中O's的阵容 让人一看就觉得这部剧真的是大手笔呀 里面不仅有毛不易 嗷嚎等人唱的原创歌曲 还有胡夏 陈丽颅 买辣椒也用卷等人翻唱的许多 那个年代的经典歌曲 相信很多人也会唱的 当然这些歌剧组已经买了版权的 想来放在剧中一定可以增采不少 粉丝看完歌单表示 怎么没给我们许半夏安排上一首呢 我印象中好像银宝很少唱歌 我一直记得的还是花千古里面的那首歌 其他的都印象不深了 目前已经放出了好几集的预告 本来以为是紧张 咄咄逼人的气氛 没想到上来就给说了段相声 让大家笑的不行了 这个剧风属实是没有想到的 主要是这个商场干练风 真的是拿捏得死死的 气场一米八 真有老大的那种感觉 而且许半夏在里面的外号居然是胖子 我算是知道赵丽颖为什么 为了这个剧增肥那么多了 果然脸上若多看上去 跟这个外号就显得不那么违和了 演员其实也是一份工作 但有些人就是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到极致 而其中一个造型让大家想起了另一个角色薛珊珊 差不多的搭配和角度 前者是灵动可爱 后者更多的是成熟干练 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赵丽颖早期其实是那种特别可爱天然萌的状态 那会老是给人一种脸很好揉的感觉 话说这部剧的穿搭挺神奇的 既符合那会的年代又显得非常时髦 还是说时尚其实就是一个圈 兜兜转转迟早要转回来的 目前粉丝主要是有点担心收视率这个问题 毕竟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不过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想的太多也没用 接下来就是坐等播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